我们来看一下周五的美国股市 主要的原因是本来前一阵子 大家认为美国联准会很可能 会在今年第二季的时候会降息 但是目前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出来 联准会的通膨之战尚未结束 除了美债的支率继续上扬之外 通膨虽然放缓的速度快于预期 但是前方的道路崎岖不平 所以考虑到这样的情况 一般的判断 包括亚特兰大的联准会银行总裁 Rafel Bostick都认为降息可能到第三季才合适 讯息一出来美股昨天都是下跌的状况 道中指数在周五的时候下跌了0.37% Nexus下跌的最多0.82% 主要这次下跌的 因为跟利息降息比较有关系的是 很多人借了钱买高科技的股票 另外很多人也跟房地产有关系的 也跟利息有关系 所以房地产跟尤其是高科技股 特别有关系于这一次 是否会降息的相关的讯息 Nexus股市因此下降的特别高 0.82% S&P下跌了0.48% 一整个礼拜下来 道中指数下跌了0.11% Nexus指数大跌了1.34% S&P跌了0.42% 美云指数本身继续上涨了0.16% 因为目前没有降息的可能性 所以仍然是上涨的 黄金期货是2024.1% 下跌了0.72% 来看一下跟AI有关的股价 AI有关的股价 本周继续的上涨 上涨的幅度已经减缓了 主要的原因是到了4.5%的时候 都已经跑出我刚刚讲的通膨数据 大家觉得前驱不平往前看 所以短时间不会降息 在这个情况里头 前面NVIDIA把它涨很多 后来就开始下跌 总计一整周下来 NVIDIA涨幅只有0.67% AMD涨幅只有0.81% 都缩下了它的涨幅 而且在4.5%的时候 周五的时候几乎都是下跌的 ARM MO值得注意的是 还涨了11.4% 美国AI相关的股票里头 还有包括Microsoft 则下跌了3.92% Apple更是大跌了5.63% 今年以来美国AI股 概念的股价上涨了非常多 NVIDIA大涨了46.63% AMD最近涨幅开始快起来 是17.95% 但涨了最多的并不是NVIDIA 而是ARM ARM涨幅70.78% AI的股票里头还有像Microsoft 只涨了7.45% Alphabet涨幅只有0.59% 这是今年以来的 在本周的半导体的部分 Intel涨了0.46% 台阶大跌了4.82% 三星电子跌幅了2.78% 比特币的部分呢 年轻人炒作比特币 在本周上涨了10.26% 2023年到目前为止涨幅 214.32% 所以很多年轻人最近已经不怎么工作了 在高科技里头裁员之后 他们就玩比特币 那么这可能会成为未来重大的金融风险 本周的科技股价里头 值得注意的是Apple 巴菲特卖出了部分的Apple的股价 Apple大跌了3.46% Amazon跌幅2.83% 科技股里头Tesla上涨了3.3% 比亚迪继续上涨了3.55% 本周雅股市全部是上涨的情况 日经指数几乎是股市接近了历史新高 涨幅4.31% 来到了38487.24% 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1.09% 香港恒生指数涨了3.76% 主要是中国寄出了政策来挽救股市 目前股市的崩跌跟对中国概念股的抛售 成了中国经济除了房地产之外 最大的危机 人们说中国即将寄出夜客模式的政策来挽救经济 台股家庭指数上涨了2.82% 印度的股市上涨了1.67% 待会回到文谦的世界财经周报